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带你来关心 行政院内阁日前是拿出了 房贷租金 学贷补贴等等 利多政策 我们看现在有民团 经济民主联合 他们认为这是良好一块球 但也针对了三项的政策 提出建议 呼吁政府辅助应该要精准到位 钱呢要花在刀口上 这样一个父爸爸父妈妈 协助购物 这个部分 就会造成整个方案的不正义 那基本上 甚至最近许多人批评 那你这个是不是 截贫寄付 民团日前针对行政院 核定的三项强化经济 与社会任性方案点评 其中对房贷补贴 中低薪房贷族 没有年龄限制 工作年资等 像未成年人 社会新鲜人 甚至企业二代 只要受薪不超过十万元 都在涵盖范围 另外补助也应该看房屋总价 用原始贷款来做门槛 是不精确的 如果要有门槛的话 应该要用房屋的总价 否则的话 你补助到的可能是 一个口袋非常深的人 而青年没有存款的 结构性问题 学贷就是一大主因 针对毕业生收入 未达四万元的学生 补助一学期的学贷本金 及利息 能让五十四万多人受贿之外 也有另外一群人 民团希望政府能够纳入 现在目前面临到强制执行 或者是已经被打消呆账的 或者是他的债权 已经移转到管理部 或是资产管理公司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 没办法接受到这次的补助 而他们正是在 整个社会安全网里面 更需要我们积极去关注的对象 那也不应该在 这次的补助名单中被排除 租房民众占心申请出金补贴 而房东就是最大主力 现在房东除了可被认为 公益出租人之外 民团也呼吁 向在大楼管委会 也能在网络公告 申请政府租金补贴 可编列预算给配合的 大楼管委会 公开登载于网机网路 大楼内并有申请租乎补贴的实际案例者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政府可以去考虑说 思考说去编列 总额15亿到30亿的经费 来给予大楼管理委员会补助 这样配合作业的大楼管理委员会 可以将这样的款项 用于大楼的清洁 修缮以及环境美化 民团经济民主联合认为 行政院核定的三项方案 是良好一坏球的情况 在日前召开记者会并提出建议 也呼吁政府辅助应该精准到位 让人民生活有感 实际受到帮助 把钱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人间卫视人家正人中 台北常常报道